近日曾经的奶油小声洋洋被实锤已经恋爱 或许已经领证通居 消息一出洋洋和当事人王楚然迅速占领热榜第一 其实这个大瓜已经酝酿许久了 之前就有狗仔在某直播平台上开直播 递上自己的名誉说要抱一个大瓜 如今的顶流男星都在名单之中 这引起了不少网友们的猜疑 甚至还总结了一张清晰的模板 来给看直播的网友分析 但是在直播结束后 他却又说这是被人去年总结的 这让不少网友怀疑刘大锤只是为了流量 但是就在网友们八卦的心情的时候 刘大锤却在夜深人惊的时候 在某社交平台爆出了一张网台 刘大锤在包出来的照片下配文说 每到晚上洋洋的助理 都会在固定的地下车库等着王处然来 而在第二天的早上七点 王处然的助理则来酒店接王处然去上班 而且王处然还果得还非常的严实 生怕被人认出来 在这期间洋洋本人并没有现身来接王处然 但在后面的两天 两人还一起出去拍戏或者是去游玩 一共持续了四天三晚 看起来两人的感情非常的不错 其实上个月就有洋洋的战戒 晒出了一组情侣照片 并配文尊重祝福 当时的大家都是一脸萌 现在看来是早都被发现了 只是当时大家并没有注意而已 早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 就有人在网上留言说 是在马尔代夫看到 杨洋和王处然在海边拥抱热吻 而且还有很多的中国人在场 甚至还有网友爆出 杨洋和王处然已经领了结婚证 但是并没有细说 这让不少网友和杨洋的真爱粉 大为震惊 不仅如此 还有很多网友挖出 杨洋和王处然的同款物品 甚至还调侃都这样高调了 连袜子都穿一样的了 好让人羡慕啊 王处然出门是从杨洋柜子里拿的袜子吧 而且两个人前后相差了一天 带着同一款眼镜出行备拍 这都不算是暗戳戳的秀恩爱了吧 如此的光明正大 除了羡慕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据悉王处然和杨洋一起出烟我的人间烟火 或许是为了新剧的播放量 而用恋情炒作 但是仔细捋捋好像确实如此 还有网友在超话题里说 剧组夫妻吗 谁不知道他拍一部戏谈一个 还有网友说 这俩挺般配的呀 一个一部换一个女朋友 一个一部换一个男朋友 其实网友们的话也不是空穴来风 那我们也来跟大家说说 32岁的杨洋跟六位绯闻女友的故事 她们最大的36岁 最小的才24岁 第一位李沁现年32岁 让我们把时间调回到15年前 那年李沁18岁 杨洋17岁 那时候导演李绍红为了拍好新红楼梦 把所有演员聚集在一起 封闭陪续了三个月 在这青春懵懂的年纪着夕相处 杨洋和李沁已经分不清 心里还是戏外 他们恋爱了 此后两人一起出去玩 李沁允许杨洋把手搭在自己肩上 放在自己腰上 甚至还愿意背后搂抱 十指相扣 杨洋也会夸李沁的自拍好看 关心李沁的出现安全 两人之间的亲密互动 像极了你我恋爱中的模样 不过随着事业的发展 两人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 李沁成了李绍红导演力捧的女主 还和荣幸达公司太子爷林宇深闹出了绯闻 此时的杨洋还是个刚出道的小透明 不仅女友被抢 连男主位置也被人取代 而且还是同一个人 想不过我还躲不起吗 就这样李沁就成为了 杨洋那个最美的初恋 第二位宋倩现年36岁 和李沁分开后 杨洋一心搞事业 就钱给了贾世凯的约凯娱乐 而宋倩也是这个公司的艺人 他俩相识于电视剧简镇七元 此时的宋倩是女主 杨洋是男儿 虽然剧中两人就算有婚约 也未能走到一起 但是在戏外却在序前缘 两人被抬到穿 同款夹克 同款帮球衣 还戴同款帽子 甚至一丝同居 请到农时 杨洋就算受着伤 也要去宋倩那探班 还有杨洋和李沁分手时曾表示 自己不接受姐弟恋 可后来就改口说 可以接受大自己四岁之内的姐姐 敢巧的是 宋倩刚好大杨洋四岁 就算有这么多佐证在此 两人就是不承认再谈恋爱 到了2016年9月 有网友发文称 杨洋手机里都是宋倩的歌 有眼尖的网友还发现 杨洋先点赞后了这条微博后 又取消了点赞 这波可疑的操作 引起了双方粉丝之间的骂战 杨洋说 神怀宝藏 总会遇见一些恶狼 杨洋的警戚人留言也加入战争 评论说 你们的男孩 为什么不信任 另一边的宋倩立马回队 善恶到头中有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并取关了杨洋的警戚人留言 第二天骂战还在继续 宋倩在机场撬着二狼腿八七回应 自己单身 歇绝炒作 园长可以领着喜多的小朋友 回家洗一洗睡了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一脸萌 怎么突然就转向了分手的剧情了 这就关系到了 下一个要出场的女明星张天爱了 第三位 张天爱 现年32岁 还记得前面提过 杨洋疑似和宋倩同居的事吗 这里面其实还隐藏着另一个大瓜 这个时期 杨洋和张天爱的绯闻立马开启 他们先合作了从你的世界路过 再合作了武东乾坤 此后他们被拔穿同款衬衫 甚至有可能是同一件 因为他们滑色相同 左领口走线相同 右领口走线也相同 这也太巧了吧 难道现在的小情侣都喜欢共用一个衣柜啊 后面还有大V出来爆料 说两人在一起有段时间了 是杨洋追的张天爱 看到这里你们知道为什么 之前恩恩爱爱的宋倩 突然义愤填膺的说善恶到头终有爆了吧 第四位乔欣 现年29岁 时间来到2019年 那一年微博出现了bug 杨洋的小号一次被爆出 他大号发出的照片 左下角的水印却是别人 他火速修改了三次 这个水印就是去不掉 最后只好放弃 说了一句 微博bug洗洗睡吧 但眼间的网友却发现 这个疑似杨洋的小号的关注列表里 欲明星仅有乔欣一人 之后就有吃瓜网友爆料 说看到杨洋和乔欣 在伦敦一起逛街 一起逛超市 一起过情人节 接着两人迅速出来辟谣了 你以为绯闻到此就结束了 那也太小看这届人均福尔摩斯的网友了 一次乔欣的小号很快被扒了出来 乔欣大号很喜欢独角兽 这与小号的名字对上了 乔欣大号分享过的一张图片 一个月前是这个小号的头像 小号的自称小废物 与乔欣大号的自称也是相同的 接下来网友查看这个号所发的内容 那是相当的有意思 二月份被爆与杨洋的恋情时 这个号是这样写的 每一次为爱出走 这一次伦敦 当杨洋否认恋情时 这个号表示 没什么好失望的 不用在乎我的感受 我只在乎你的感受 这连打的腾进心窝里了 之后的日子里 这个小号陷入了神深的爱貌 可是杨洋的粉丝 却认为乔欣是在单方面炒作 向红的心一出天际 现在通过小号营造人设的伎俩 已经不新鲜了 最后这段绯闻以两人的沉默 时间的流逝而结束 第五位赵露斯 现年24岁 两人又是阴系生情 杨洋生日当天 晒出的蛋糕中 友洋也有兔子 赵露斯也晒了一个蛋糕 上面有羊也有兔子 羊等于羊羊 兔子是赵露斯的最爱 巧合 这绝对是巧合 可是接下来赵露斯的操作 就很说明问题了 绯闻传开后 赵露斯就默默筛了蛋糕图片 当时就有网友怀疑 这难道是心里有鬼 可话又说回来 这终究也不过是一个 没有实锤的恋情瓜嘛 第六位 王初然 现年24岁 网上网友各种图片佐证 细节佐证 再次就不一一赘述了 绯闻爆出后 王初然这边的操作 让人看不懂 之前有一次被拍到 与陈优为聚餐时 两边的工作室 都及时站出来澄清 称双方目前都是单身 还有一次王初然被拍到 和演员王子齐 牵手散步 如此实锤 王初然的经纪人 依然狡辩说 小王独美 注意这个独自用得十分的巧妙 到了这次和羊羊闹绯闻 王初然这边却沉默不语 或许当时是为了两人的新剧 我的人间烟火 先操作一波搞点热度 但现在的情况也确实是两人在一起 总之铁打的羊羊 流水的绯闻女友 羊羊拍一部戏 就能传出一段绯闻 最先是李庆 目前是王初然 不知道下一个又会是谁呢 羊羊如今已经32岁 确实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 或许这次羊羊没有出来解释 就是想低调的和王初然有自己的生活 所以我们就尊重她的选择吧